好 那麼 雖然裴洛西說要來 搞得大家很緊張 其實真的說裴洛西來 你說對台灣有什麼好處 也沒有什麼好處 他來不來 這跟台灣也沒什麼關係 因為政府 跟台灣主要還是政府 不是國會 國會每次做決議 對台灣動好 政府做不做 有沒有邀請你參加 什麼聯合演習等等 還是或是WHA到底怎麼樣 這是政府 其實來真的是 給裴洛西一個舞台 但是在你台灣那麼你來就來 你有朋友資源放來 來就來 也沒有什麼好反對的 因為你反對他 你反對他他要來 他還是來 你跪下來求他說你來吧 他不來 他還是不來 在他 不在你 真的是這樣子 來 志哥 裴洛西來是為了自己多 我其實對於台灣來說 有些後座力 也許有些後座力 我們台灣自己要去承擔 但是對整個的 美中台的三角大架構來說 我覺得差不了太多問題 其實我剛才前去一個討論很有趣 就是我如果他要來 我為什麼還要跟你通電話 如果說擋不住的話 那我給你通電話 我要跟你講什麼 想說如果你來的話 我會怎樣怎樣 還是說美方告訴他說 他來他只是代表他個人 不代表美方 所以他為什麼他的一些 後面的一些新聞稿 我覺得雙方的重點也不太一樣 所以你就要看 就是裴洛西 今天已經出發了 以台灣時間來說說已經出發了 看他是第一站是怎麼走 台灣是列在最後一站 然後停留多久 還不是有些過去參議眾議員來 也許停留個幾個小時 然後看一看蔡總統就離開 所以每一個行程的待多久 見誰講什麼話 我覺得都有不同的要件 但我覺得裴洛西是老狐狸 他一方面一定會做個兩全其 一方面他也顧及到自己的顏面 也來在台灣 二方面他也真的不會跟美國的 行政單位跟拜登撕破連 有一些界線 有一些紅線 我覺得他還是會在紅線以內 來做活動 目前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我們的突破點 大概都是透過國會 這個在國民黨執政期間 在民進黨執政期間 大概都是同樣的路線 所以國會的朋友來台灣 是我們現在外交的 最重要的一個工作之一 所以如果議長 眾議院的議長裴洛西可以來台灣 那就是我們外交上一大突破 這是台灣的目前的狀況 不得已只能夠取其次 沒有辦法求其喪 當然我們不希望裴洛西的問題 造成我們跟拜登政府之間 已經有的一些有力的台灣的一些行動 受到破壞 所以現在你看 我們的蔡英文所領導的行政體系 大概都是非常低調的 非常低調的 有幾個必須要觀察 第一個就是說到底 拜登跟習近平的通話 有沒有什麼進一步的 我剛剛主持人有講過 這個部分是現在都要在猜 我們希望能夠更早了解 因為這個了解 對我們的因應是很重要的 到底你拜登有沒有要去承諾 習近平什麼事情 這個對台灣來講 我們在因應上是必要的一個資訊 第二個 我們也樂見也鼓勵 中美之間這種溝通管道 不要惡化 不要中斷 因為兩邊鬥而不破 才是台灣最大的一個利點 老闆 我認為佩洛西一定來 絕對來 而且他不會說 直接從美國飛到台灣 這個太明顯了 太敏感了 他會去日本 去韓國 來台灣 去馬來西亞 去新加坡這樣回國 所以是五國一排裡頭 台灣只是其中的一戰 而且他在台灣不會停很久 還有他來的時候 解放軍還有跟美方 在太平洋西岸的這些軍隊 戰鬥機 還有航空母艦 我認為兩邊起碼 各出一架航空母艦 但是這個就是大人玩的 小孩子的把戲 玩完以後就沒事了 但是有沒有影響 我跟你講 如果老美跟我們簽了一個 貿易協定 雙邊協定 要比佩洛西來這一趟好十倍 但是這樣講說 佩洛西來是不是只有十分之一 不是 佩洛西對我們的好處 跟雙邊協定對我們的好處 但是這樣講說 是在不同的層面 因為佩洛西來到台灣 不太是這樣過 我跟你講 紐時 紐約時報 華盛頓有報 會不會頭版頭條 會的 台灣成幾何時可以 什麼事件可以上 紐約時報的頭版頭條 就說佩洛西台灣 這個就賺到了 我跟你講 如果以後 你代表國民黨做上總統 你也很希望佩洛西來跟你握手 難道不要嗎 你敢說你不要 台灣要上頭版很容易 打一仗就上頭版 不是 你離開我的題目 我知道 你是 你要不要佩洛西來跟你握手 你告訴我 好吧 我跟你講 北京跟 我常常在想 老美現在做的事是說 他跟大陸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同時還伸手在台灣 北京氣得也是這一點 但是北京如果真有本事 如果真有本事 你嚇台灣 我真的覺得你嚇台灣幹嘛 你真有本事 很簡單 斷交 這一點我就聽不進去 你跟我講 你講完 我回 不斷交 大使召回來 這是表示一個抗議 大使不召回來 關一個總領事館也可以 再關一個 再關一個 這已經關了一個了 你在外 你找一些姿態 你姿態嗎 拚命打招 你跟美國說不能有這個 你有很多 你不是打仗的 你有很多外交上的抗議 斡選可以做的 表示一個態度 你跟我是有正式邦交 你這樣去搞台灣對不對 你把我置於何地 好吧 我就告訴你 對不起 大使召回來 召回來 好把你的大使 回去兩個月 一個月 這也是這種方式 這有打仗嗎 沒有 外交上常這樣做 他一個步驟也不採納 每天要來罵台灣 不是很奇怪嗎 老師 你說 召回總領事或召回大使可以 但是不是斷交 你講得太簡單 不是最後 因為中南美我們的邦交國 跟太平洋那些小島的邦交國 從來是先跟我們建交 老共才斷交 從來沒有老共先斷交 這些小國才跟我們建交 沒有這回事 而且老共如果跟美國斷交 美國會跟我們建交嗎 也不會 所以你剛開始講的時候 這都知道 不是 你開始說得太簡單 你現在說得讚 你今天說得讚 當然是有步驟的 對不對 我告訴你 你如果說外交上這樣對我 對不對 如果說今天美國跟台灣建交了 老共要不要跟他斷交 要不要 你說美國跟我們建交 如果跟我們建交的話 當然斷交 但是不會發生 那是另外一回事 很難講 世界上的事都很難說 不會發生 永遠不要說不可能 不見得不可能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外交上總可以有一個姿態 我剛剛講的 你一個姿態也好 你通通沒有姿態 然後皮洛西要來 你大陸氣得要死 每天講要打一大堆 習近平還是跟拜登在通電話 沒有說因此我就不通 至少電話緩一緩可以 所以我抗其 裴洛西來不來 來了我就不通 不來我才通也可以講 也是個事 他也沒有 所以我的意思說你說 這的確是 不是 根本裴洛西還沒有說要來 不是 還沒有訂 不是 你訂了也一樣 訂了也一樣 訂了就沒有時間緩衝 他已經要來了 事實上趙先生剛才講的是一個關鍵 就是說過去中方的做法向來如此 他要不到他要的情形之下的時候 你美國想要的我也不會給你 但是自從川普上來之後 其實我們就看到 大陸的做法在改變 比如說川普他還沒上任之前 不是跟蔡英文通了電話嗎 那個時候其實中方 非常非常的不高興 中方非常的不高興 所以兩個人通話的時間 一直往後演 他的道後的也一直往後演 可是也是基於現實的需要 後來排除了一些障礙的之後 他們就通了話 然後中方的國家元首 從來不進行那種 什麼莊園度假的外交的 可是因為川普喜歡這一套 所以習近平也就去了 然後就跟拜登的通話來講的話 事實上過去不是沒有例子 就是說在兩邊的 沒有喬好的事項之前的時候 他們是不會輕易通話的 可是這一次 為什麼在裴洛西這事情 還沒有搞定的狀況之下 而雙方還通話了 我覺得這重要的理由就在於是說 除了中國方面順應 整個的中美形勢的轉變 以及拜登他是習慣 用這樣子的溝通的方式 去建立起彼此這種控管 和互通的管道之外 我覺得很大的一個部分 其實是像趙先生剛才講的 其實中國他現在面對 內部很大的經濟上的壓力 而他的經濟上的壓力 很大一部分是他的 防控清零的政策 搞得很多的外商企業都受不了 這個部分是有很大關聯的 而且大陸的基層 你去問底層 反得很厲害 因為經濟影響太大了 非常生氣 我要講的不是 我要講的是說 大陸不是沒有招 除了軍事招 他還有招 他為什麼不用 習近平為什麼還通話 因為他現在也不想跟美國翻臉 我主要講這個 他不想就翻臉 所以他連翻臉都不想 他打台灣嗎 你認為有可能嗎 不可能 怎麼可能 不是打台灣 你不要忘掉 當希特爾在1939年 越過邊境侵入華沙的時候 他那個情緒 英國的外交使節在德國 還是跟德國連好得很好 這個就是大國的優點 大國就是有很多的空間 我猜 只有你小國才一點空間都沒有 沒錯 他不是會打台灣 德國那個時候 雖然西方國家 有人認為德國不會打 像邱基勒就認為會 他從頭到尾就認為會 他還是有人認為會 現在大家都有核彈 要打仗的機率 平常講是不高的 不是不高 是定 我猜談拜習昨天通話 至少有一些東西 我們真的不知道 他一定會談惡務 對不對 他一定會談關稅的問題 他一定會談這個 佩洛西要來台灣的事情 他一定會談兩岸的事情 我是覺得佩洛西要不要來 可能美國也控制不了 我們台灣我想在針對這事情 我們講太多話也沒什麼意義 甚至我是覺得 佩洛西來台灣 只為他個人 他要要畢業旅行的 至於現在發生 發生美中的衝突 對誰有利 對俄羅斯會有利 所以美國不會輕易的 去挑起這個戰爭 就是說我剛剛 還在回到最早的問題 拜登為什麼這麼急 其實我們之前也談過 這麼急希望跟習近平通話 我認為是俄烏 俄烏才緊急 台海哪有緊急 台海根本不緊急 台海有什麼變化的 沒有變化 俄烏因為已經打到 可能最後的階段了 俄羅斯那個武器還能撐多久 我真的是懷疑 你不可能一直打靠你一個國家打多久 烏克蘭至少有西方國家 不斷的給他 所以美國現在一定要警告北京說 你們不能出手 北京原來是好整一下 看你們兩邊 不然烏克蘭跟他也很好 一帶一路 俄羅斯跟他很好 普丁跟他也很好 所以他說我不插手 我也不去促進你們和談 可是現在俄烏戰爭 已經變成美國的代理人戰爭了 已經 你看看現在就是 烏克蘭就是美國的代理人 要非要把你俄羅斯整垮 這個時候如果俄羅斯跟老共講說 美國這樣對你們 對不對 你最後你只好幫助我一些 老共如果這是出手給他武器了 美國現在是怕這個 所以一直在強調 你這個時候老共不能動 老共不能動 老共動的話 老共不能動的話就破功了 老共那些為止 看起來還是滿自製的 至少沒有大規模去幫助俄羅斯 我覺得這個才是 現在拜登最擔心的 這一弄以後就慘了 他其中選舉怎麼選 他就不要選了 我覺得還不只這個 現在中國的角色 可能還是說他準備出來 在俄烏問題上幫美國一把 不是說幫俄羅斯一把 意思是這裡頭還是有差別 現在美方就說 你在這邊你可以表面上不要幫我 可是你到那邊做個合適佬 這樣子的話你也在幫我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美國說 你出來調停一下 也有可能 但是所以我認為 這個時候拜登這麼急 不是台海 主要還是俄烏 不過我覺得昨天有四個字 就共管危機 共管旗艦 就把它放在第一列的地方 我覺得很可能就雙方知道 探底有可能的危機點在哪裡 但是我告訴你 我的底線在哪裡 我也告訴你 我會怎麼做 但大家就知道 那火線在哪裡 不要越過那個火線 我會不充在地上 要不要再招呼 我會不斷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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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會不會 也會不會 我會不斷嘍 那個人 你還會不斷嘍 我會不斷嘍 你 我會不斷嘍